下列化合物当中 合者碳跟氧的键长会最短 键长最短的 键长最短的我们在选择的时候 它是单键的时候 如果其他条件相同 所以其他条件就是原子都是碳跟氧 那我们就比较化学键的极数 都是单键的时候会最短 那如果出现共振 共振要考虑它的 共振的一个极数的关系来做判断 所以A选项 碳酸 那碳酸的碳跟氧 碳跟氧的双键可以交换 所以这边的极数是已有三分之一键 B选项的一氧化碳是三键 C选项的酒精 的OH 是单键 这在第三章的地方会提到 酒精的OH中间形成的是单键 第四个二氧化碳 是双键 第五个 这个是甲权 乙权 乙权的地方 可以看到碳跟氧 是双键 好 所以这边是标准单键的 化学线要最短 sorry 老师一开始用错了 把它判断成键能 所以化学线要最短的 我们要选择三键 要选择三键会是最短 所以这一题 算起来还算蛮好判断的 因为三键是极限 当你找到三键了 找到三键了 那其他 不管它有没有共振 或者它在有机物里面 在有机物里面的话 油机物里面的时候 碳跟氧 碳跟氧 最多 最多形成双键 不会有三键 最多是双键的一个结构 所以这一题选择B 所以这一题选择B 首先是有机物里面的 在关注 感谢观看